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费者有几分信心 有些可能先有机 可是它可能不是真的是有机 价格就比较高一些 有机都比较贵 半信半疑 因为都很贵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机 有机產品概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来源 依现行规范 国产有机农产品经政府认证 因标上CAS台灣有机农产品标章 并著名验证机构 进口货则必须标注农委会有机 標示同意文件字号 但消费者可能不知道 农委会评见何可 从国外输入的国家就多达22个 且各国验证机构加起来就超过150家 而国内既有的有机验证机构13所 標示百百种 规则说得简单 但实际上该怎么认 农委会官员知道吗 不管哪一家验证的都是CAS有机 那验证单位它不一定是标章 国外的产品就是字号 国外的产品不会有我们的CAS有机 那那个字号是 字号是我们合法的 就是农娘署合法的 进口同意文件的字号 它如果没有那个标章 那可能是掉了 或是它本身就不是有机 只有验证机构没有 没有那个有机标章 那这个我们要再查看 那表示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有机 有的是标章 有的是字号 又非缺一不可 到底哪些是合格验证机构 让人看得不沙沙 这个前提是什么 那个标章必须是真的 好像不是这个业者自己去仿冒的 也不是自己随便去乱贴的 这样子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验证机构 它在验证的过程 它是不是真的确实有做到位 这个办法的制定 是由农委会来制定 所以多少少算是 国家给我们挂保证 那就是国家挂的保证 我们相不相信 挑对有机不简单 但要花钱入手 预算得先提高不少 走访台北市场商家比一比 市售有机高丽菜 一斤价格约落在95到100元 但一般方式栽植 所谓的灌形蔬果 只要30 50块就买得到 有机包心菜一斤75到100元 灌形的比对折还便宜 有机小黄瓜一斤88元 灌形的也不用50元 平均每样都贵了2到3倍 冠上有机好比镀金 价格还是有点偏高 因为它这个价格是一般 不是有机的3倍 甚至4倍 这么高啊 很想买 但是真的很难下手 消费者多花了钱 有机农民却未必荷包买满 从事有机农场经营的 烙吉娟表示 有机栽植不撒农药 天灾虫害都可能重创收成 随意打平已不容易 上万元的申请验证费用 更让成本增加不少 每一包菜 其实要再花2块钱 贴两个东西 贴一个是标章 另外一个是 你要标示 你这是哪个农场 然后是什么作物 像以我家这样的种划 跟灌形的就差不多 差不多5 6倍 因为我比普通大家 去买那些有机肥料的 我们的成本还要高 看似品质镀金的有机产品 也难保不会出包 新北市政府为了学童健康 补助全市280所中小学 推行每周一天有机营养午餐 编列至少5400万预算 8月却经传配合的有机器座 有500公斤蔬菜被验出农药残留 以有机来讲 它不可以有农药的任何残留 那这个个案是因为它误用了 含有农药成分的防治资产 如果一开始连土地检验 都不通过的话 那这个农民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去宣称说他生产的东西是有机 就是他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揚赖政府替食安把关 相关状况却层出不穷 明明标榜全程不得使用农药 初包的有机蔬果 验出的农药打哪来 消费者想吃的健康 所认明的有机标章保障 若无法从源头开始严格把关 单靠抽检亡羊补牢恐怕很难取信于民 在下午说明的行为 最后的黑咖啡 是因为不可能的 在下午看 如果我们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